Hello 大家好 我是Hebe 發現都有一年時間沒跟大家出來看看市況 對上一次看銅鑼灣、旺角、尖沙咀的那些 店舖是否全部收拾了那些 那些片一轉眼已經做了一年時間 一年就這樣過去了 疫情當然了 疫情當然還未減退 而且接下來還好像更加強勁 措施更加硬 究竟街市面上會怎樣呢? 當然還在消化 因為譬如之前那一波糖食的限制 很多餐廳都叫苦連天 相信接下來有一堆又會再倒閉 那今天先來到尖沙咀 對上一次看尖沙咀做影片的時候 都好像是二月的事 去年二月 現在身處的位置就是在嘉年威老道 嘉年威老道 尖沙咀一條以往都比較多人流的 一條街道 如果要開的店舖都應該都開了 都過了一年一段時間 其實一舖一直保持著是多的 亦都有一些餐廳或店舖是因為政策關係不開 直接不開了 或者是逐外賣算了 撿的、刺的店舖其實都算多 這裡接連幾間都還未能撞出 接著一拉 沒過去也是撿完 撿完、撿完、撿完 未撞得出去的店舖 都維持了好一段長的時間了 這條街道 大家記住是尖沙咀其中一條人流都挺多的街道 我亦都很坦白說 這個世界有危就有機 雖然就有很多代租出吉了的店舖 但是同時之間也有很多新的店舖會開 不過只是時間的問題 因為疫情關係 那條街道也是很少人 今晚輪度相對好一點 感覺看上去吉店舖就不是那麼多 其實服裝店舖才難做 都看到尖沙咀的確少了很多藥房 藥妝那些店舖 因為需求少了 人流也少了 遊客也少了 都看到有些吉店舖 好 接著來到I Square 尖沙咀其中一個商場家室的大廈 我都超過一段時間沒有來 因為我覺得沒什麼好走 進來的燈光真的好像暗了一點 是不是因為人流少了 燈不開呢 又真的好像空空如也 我看上去的燈光是暗了 但是還是一直都這麼暗呢 因為我對於這些商場比較陌生 很少會來的 有些店舖就吉了 旅行死都不用想了 不會開的了 現在的時間就平日的五點多鐘 人流都真的比較少 可能樓上很多人都不用上班 是不是有些店舖還沒開呢? 初四啟史啟史啟了 電器舖沒有開 不知道是不是還沒開呢? 不過有些店舖比較遲才開 有些店舖就直接告示都沒有貼 真的很安靜 現在還有堂食的 六點鐘之前還有堂食 不過餐廳沒什麼人 現在五點鐘 我想是因為商場的燈光分暗 電梯也沒有開 OK 它應該還有一些燈 一組燈沒有開 這裡有一組燈沒有開 因為人流關係 節約用電話 這樣嗎? 好 牛鎮 沒有開的 這邊的店舖 這裡是戲院 戲院現在沒有開 那邊呢? 那邊呢? 這裡是戲院 那邊呢? 那邊吃東西的都沒有開 全部 這樣呢? 真的很誇張 這個I Square的七樓 我是看不到有一個人的 因為店舖和戲院都關上了 上面的戲院都關上了 所以電梯都關上了 因為戲院不開 可能是這樣 好 接著過來旺角 我記得去年做旺角的時候 吉舖都比較多 集中在水陽賽街這邊去看 當然這條影片就不代表整個旺角的所有街舖的現況 不過我只是一些比較人流多的地方去看看 在水陽賽街這邊 抄牌 去年的時候也是刺了 不過現在就租了出去看 你看到是否有新的山廳 抄牌 快點跑 有些當然就繼續都還沒租 這兩家我記得去年也是刺了 這個挺有趣的 剪個好頭 走到兩家就 可能平一關係 跟去年一樣都少了很多店舖開門 有些就不開 舊的執宰有些就開了生命 所以商機永遠都是處處 這裡看到有些是疫情關係 暫停營業就不開了 是疏落的 見到那些小販 的確是這攤檔就少了很多 有些可能真的沒有開門 可能對於一些老闆來說 開檔也是虧錢的 不如不開 或是員工放一些無薪假 都不奇怪 有段時間是封閘 不知有開過 不知道是Swaski還是什麼 我都不記得了 這些賣口罩的店舖越開越多 卓月卓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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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上次來香港大快活 上次在這裡拍攝 我記得上次來年又是結又是不開 我記得去年動了部機器 在這裡 我記得去年動了部機器 不知道說了一大輪東西 你還要浪費 我今早看新聞的時候 八老匯卓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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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屬於那黑暗 未失業 我也不值得 Body shop 旁邊這間是甚麼呢? 不太記得天氣時之間 這間好像很久都租不到 是否去年都已經結業了? 街上都是我覺得這麼多人 如果在平日的下午的時間 政策都是無阻的 要上班就要上班 要上街就要上街 要購物就要購物 很合理 怕甚麼呢? 有間收拾了 波鞋街的這一段 原來都頂不得住 有些都收拾了 波鞋街這一段 其實有時他們做生意都是幾層 可能是過年 大時大節的 要買新鞋 今年過年氣氛 甚麼都不會買 連都沒有出去拜 所以這裏一年幾間都看見 都收拾了 原來看鏡頭前面都更差 這裏 這裏買球拍的 我知道 這裏也是買球拍的 嘩 你看這個 不加橙 先踩色它 小食檔都做不住 小食檔旁邊還有連接 很多人都撿了 這邊做檢測 這裡應該是響檢 離開地鐵站的位置 我們一路都繼續向前走 理應就相對租金可能會便宜些 但都沒有了這個倒閉的熱潮 這裡都一路撿撿撿撿到黑暴街 電競館這些當娛樂場所都不能開 好 樓價有沒有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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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點 不作準 自己看中原地產的數據 我也少了外出 隨便出去工作 拍片 最主要不是怕疫情 不是怕病毒 我是怕中了 要隔離 要檢疫 然後十幾天做不到 還沒打算打針 我不是鼓勵 我不是鼓吹 高雲決定 自己選擇 有些租不出的店舖都夠租不出 但其實我覺得很多新的店舖出現 是一個洗牌 其實我覺得都是泰弱流強 勿敬天責 不好意思 你是要過身 不像去年說了大秋那些廢話 因為說完你也知道是沒用的 說來也是浪費氣 因為要知道要做 早就做了 好了 轉眼過來銅鑼灣 應該是銅鑼灣最熱鬧的一條街 有些店舖都夠租不出 但我印象中好像有藥房 還有一間藥房 前面還有一間 又刺了又撿了 對面 這間本來是賣標的 當然也有些租過出去 我記得這裡有些賣衣服的店舖 就變成其他東西 那是賣衣服的另一段 這個賣場也賣了很久 然後是不是有間是美心呢 好像有間是美心 優質良品都頗硬正 我記得去年來這裡拍攝的時候 有間店舖撿了很多招指 是不是又是這間呢 印象中好像是這間 可能撿了一年都未撿得出 南北流 南北流真是慘了 去年開始停業停到現在 我想應該都不會開得回 飲食業 因疫情期間暫停營業 白營屋為配合政府防疫措施 暫停營業至24號 政府放寬方可照上營業 這段字 有血有肉 寫的時候應該會繼續說衝一下 不像去年 不像去年說了大秋那些廢話 因為改完你也知道是沒用的 做得這麼慢又不知道又不做又後知又覺的 一定是能力的問題就是廢 除非你是有心玩死香港 但事情發展下去 如今都是沒辦法 看看三月又會變成怎樣 又或者未來的一年會變成怎樣 中文字幕我突然拋散 大碼 中文字幕 inaccurat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